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王爷自主的 排位赛视频 那地图呢 是越南河公园 我们出生在鬼屋这里 这里呢 就往起点站开始走 这里至少有刷两个 求生者 那看到足迹了 是先知 那就知道先知现在的鸟还没回来 我们就在这里 驾着吧 为什么驾着呢 等一根触手的时间 那触手有了之后就直接把他放到 1号桌那里 然后就跟上去 如果他上车的话就直接排下去 那 这辆车就是一辆幽灵的车 那先知这鸟刚回来 然后在这里 再加一根触手 把板子踩掉 应该要交鸟了 然后一边 然后再 一拍 然后就把先知拿下了 现在就把先知挂上 那刚才我们都说了这里 应该有两个求生者的 所以就往那个 娃娃机 的方向走 应该还有一个人在这里修集 我看到是个牛仔 那这里呢 就没有留意到佣兵了 在这里才发现有第二条 足迹 然后就知道佣兵准备去救人 所以就在椅子前面架根触手 那这里想打佣兵一刀 但是就这个判定就没判中 就没关系了 他躲了一顿助手 然后换了一个 椅子 其实是佣兵打得很好 就高端局的 救人用嘛 就玩得不错 然后结果呢 这个先知我也傻了 他应该是忘记他躲命是下不了滑梯的 然后就 被打死了 那这里呢 就凝视了这个牛仔 就觉得牛仔会 很干扰我吧 就想要把他打一打 然后再回去 把人给挂上 那因为他被凝视了 所以我就架根触手 然后我成功的 打到他了 那把他拉下来 就看到牛仔甩鞭子 就立刻把他丢下 那这里呢 准备闪现他了 闪现回头 成功把他击倒了 那原地也傻眼了 原地就发了谢谢你 那到这里为止呢 就直接挂上牛仔 先知呢 也交了治愈 直接走过去吧 看看能不能把先知打倒 然后就 放一根触手拍一拍 然后也看到佣兵要来救人 虽然就觉得 不需要去追那个 先知了 就直接回来防守 椅子上 椅子前 放一根触手 两根触手 然后就等他吧 牛仔也要过半的 就卡一卡吧 那 一边打下去 捕上一刀 成功的 手下来 就 佣兵 救不到人 然后这里是看到那台娃娃机还在动 也就是代表说 那个先知没有跑远 那没有跑远 我们就直接去找他 然后现在呢 就 牛仔要飞了 然后我也在想说 圆兵会在哪里 然后刚刚看到 终点站的机子开了 所以就确认了圆兵在对岸 这里就架根触手 卡一卡位置 然后一边 然后就 把他击倒 然后就 把他挂到靠近马戏团这里 是因为我知道圆丁在这里附近 所以呢 就顺便挂上他去找一找 圆丁 然后就看到说 佣兵已经交自育了 丢一根触手 就知道说圆丁往那里跑的看到 然后这里就 我是担心说那个佣兵会回来偷人 所以就 过来这边瞧 看一看有没有耳鸣 然后是没有耳鸣的 那就 这个应该是直接卖掉了 我就 往这里找一找 其实前期的优势太大了 所以后期这里就 就随便打 就 玩得很浪 就把圆丁打了一刀 然后呢 圆丁去二战 因为车子在二战 所以他就直接开车走了 我们就很悠闲的 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那个佣兵呢 是个我在 排位中常遇到的一个对手啊 其实 他很多时候都玩得很好 然后这里呢 就 来给这个 圆丁上个凝室吧 然后触手呢 就要驾到 后面 给他看不到的地方 那皇一之主呢 当你有了 二戒凝室后呢 你的触手呢 就尽量的 放在一些 反后啊 还是 出了门的 左右边 就尽量是 求生者 看不到的地方 然后当他们 一走出去的时候呢 就直接排下去 这里呢 就丢了根触手 就 看看 冤兵的位置 在哪里 然后再架个一根 再甩一甩 然后就 冤兵是在这里的 那也成功看到了 就隔着这条 河 然后就凝湿了 再跟触手 那条触手是防止他往后跑的 这边冤兵真的玩得很好 每次呢 触手啊 还是要拍下去的瞬间都给他裹着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玩家 真的玩不错 那 打到这里呢 也是 闪现回头一刀 这局呢 就这样子就拿下了 那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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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